火车都要来了 但铁轨上的火爆冲突却一触即发 就在桃园内陆一触平交道上 发生了两名男子疑似因为行车纠纷 气得正要大打出手 就在一方已经拿出长棍准备要砸车的时候 火车叮叮叮的声音 平交道紧声响起 让男子吓得赶紧先逃命 男子把车停在路中央 还大声叫骂后头的驾驶 只见被骂了驾驶也没下车 没开窗 看到这样的反应 男子气坏了 冲回车上拿家伙 做事准备要砸车 就在冲突一触即发的时刻 火车警示声响起 这才发现 先生这里可是平交道 要打人也要看场所 于是怒气冲通的男子 只好作罢回到车上开车离去 而被骂的一方也退回来杆后头 这是发生在内力的一触平交道上 两名男子疑似发生 三行车纠纷爆发冲突 只差几秒火车就开过来了 路过民众只好按下紧急钮 导致这台火车更一度停下来 有一列的那个车子 它就是很异常的 就是在永峰路那边就已经停下来 那当然是很夸张 然后而且 那等于说没有公德心啊 就是说没有想到其他人都安慰 然后自己这样 个人的行为这样是很不应该的 当当当警示声解除了一场斗殴纠纷 不过为了一口气在平交道上叫嚣逗欧 危险玩命也不值得 记得翻过清理相应桃园报道